小委会电脑系统被黑客入侵 已经过左交负金限期 小委会说仍然未掌握多少人的资料外线 已经向可能受影响的25,000人发出通知 小委会系统被黑客入侵 说会通知四类可能受影响人士 包括员工、前员工、他们的家属 选择月刊的订户、投诉人和合作伙伴 我们得到一封由小委会向可能受影响人士发出的电邮 主题是个人资料安全事件通知 提到因为曾经参加消费权益新闻报道长的公众投票 小委会有收件人的个人资料 包括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和电邮地址 由于个人资料存放在受影响的电脑系统 未能排除被盗取的可能 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已经盗取 小委会向发件人提出一系列建议 包括留意电子邮件、短信和账户 有没有不尋常的登入或者信息 小委会总共事王凤贤说 已经发出25,000个通知 但是仍然未能掌握实际多少人受影响 大家可以联想到当一个案发现场那里 如果他们又留有些指纹的话 他们就是从那些蛛丝麻跡那里 去估算究竟有什么资料洩漏了出去 我们都是等着这个鑑定专家 当他看完我们现在的情况之后 他又说已经接获超过100宗查询 邵委会又说 如果有人因为资料可能爱舌要求赔偿 会按法例和交给律师处理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到